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看电磁炉里面的LM339 这个结层电路 它是电磁炉检测 以及主控电路当中的关键元器件 它常常用于组成同步整弹器 电流或者电压检测电路 还有传感器 接口电路等等 它可以输出高电瓶和低电瓶 那么整个电磁炉当中的 这个水多检测信号的 比较判断 以及产生 都是由这个芯片来完成 这个芯片出了问题 那么就会出现很多 这些故障乱七八糟的 那么都是由这个组成电路故障引起 那么这是一个双排插带 我们看见它是由多少个引脚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四引脚的双力直插 也就是双排DIP型 结层电路 它的电参数 我们一定要掌握它 那么在维修更换的时候呢 就会做到新增有数 我们直接打开我们手机上的这个软件包 输入LM339 就可以搜索 里面有很多这一款继承电路的资料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个国厂的 我们国厂的 LM339这一款 上海国芯 这一款AC 相当有代表性 它的特点呢 就单电压或者双电压工作 都可以 输入偏制电流 二十五 它的输出保护电压比较低 一百三十毫复 它有两种 一种是直插色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色式角 这个是贴片色的 SOP 也是色式引脚 那么这个是它的引脚电翼 还有方宽图 它的引脚电翼 每个引脚起什么作用 这里都描述的相当清楚 还有它的电源电压 电特性 这里我们都可以查询的到 还有它的运营电路图 运营电路图 这是一款相当好的一个功能电路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究在这里 喜欢的点赞 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